好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5.9万中文电台 每周二七点到八点为您奉送的大选与我们华人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猫猫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我们的话筒交给我们的今天的三位特别嘉宾 空音先生刚才你谈了一下安省的财政赤字问题 那么是不是刚刚都是预算财政赤字项目能不能谈谈债务问题 就是请问洪伟先生目前联邦的总账务什么情况 是在不断减少呢还是在增加 这几年联邦的财政债务是在增加 不过我也提过就是像加拿大的财务状况 在所有发达国家当中它还是比较稳健的 一般他们用一个什么比例来用那个叫做这个债务 联邦债务和这个GDP的比例 大概加拿大可能30%多不到 30% 联邦和33% 对都不到40% 那如果我跟你举个例子的话 像美国的话估计已经到GDP的160%了 或者100% 90% 90%几 90几 它说加上其他东西到160% 90几 那就是相当于按比例来算的话 百分比的话已经超过将近加拿大三倍了 那说过恐怖的话像日本 日本这个国家有点奇葩 不知道它怎么支撑下来的 它这个联邦债务占这个GDP已经250%了 基本上相当于左右 是吧 所以我认为加拿大的联邦债务问题 虽然说我们加拿大还是很稳健的 我们还是很关心这个赤字 但是对这个债务问题呢 就是说不必太担忧 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没有 还没有形成对这个国家发展 形成这个这个这个一个拖累的一个作用 但是这个保守党上台之以来的话 就是安省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这个 这个债务也是在增加 因为它因为长一度赤字嘛 这个赤字毕竟要用利用发布这个债券啊 这个东西来来弥补 如果它没有在预算中 专门拨出钱 去偿还这个债务的话 这个债务会一直都增加了 但我觉得这个债务问题有个大问题在哪呢 就是说它如果说这个我没有开源的话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经济上有这么一个问题 这么单一的一个一个经济体 这个债务对它的压力非常大了 因为债务意味着你还有利息要还 那这个利息还 如果一个大笔利息要需要还的话 没有一个办法能挣来这个钱来还的话 那就会影响到整个加拿大的一个发展 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看到去年多伦多异常冰雨 大面积的停电 那么这些东西的基础是都需要的这个这个改变 包括地铁的这个这个这个完善 所以呢 这个是也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关键是这个保守党或者未来的这个政党 我们加拿大负责的这个这个领导 领导加拿大的政党 怎么能够想办法把我们的这个经济上 这个多方面的考虑过考虑进去 就是说 对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以希腊为例嘛 现在这个希腊债务危机已经讲了 过去好几年都一直讲 讲了很多年 就是觉得大家一听到这个债务的表情 有点恐慌 实际上这个债务和赤字嘛 首先说你看这个债务和赤字的时候 实际上其实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钱怎么花的 就是怎么花的这个最重要是吧 对 你是说就是为了买选票给福利 或者是什么 或者或者就是为了就是说 增加这个支出 或者还是你这个钱呢 就是花在比如说可能给未来带来收入的 一些项目上 或者就是说或者是降低整个社会的 这个经济发展成本是吧 基础设施 或者这个经济能够更顺畅的 这个进行 一旦这个经济的规模再增加 所有经济的经济的这个 就所谓的这个经济的 就所谓的这个按英语讲 这个transaction 或者revenue会多的话 它这个就是按一定的税率来讲的话 这个基数大的这个税收就会多 就能够就是说就是说你这个赤字和债务 你要看它是怎么用的 还用在什么地方 这个是需要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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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的地方 对是这样的 你所以刚才你谈到了这个 美国和日本的问题 比我们确实是比美国和日本 但是我们跟美国 加拿大其实跟美国没有什么太多可比性 在债务上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的这个 美联储它是掌控着世界的经济 那么美国人可以印钞票 我们加拿大不能 这是一个 另外日本呢 之所以这样呢 我觉得日本有的其他原因 就是日本的人民有一个超人耐力 对这个储蓄 储蓄力高 而且它有超人耐力 福岛核电站 我不敢说 这就是发生在了日本 如果发生在加拿大 或者发生在中国 那么那个地方就要翻天了 跑完了 但是日本没有 可以看到日本 日本人是有非常的忍耐力的一个民族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么大的 这么大的比例 这个赤字以GPT的比 它都能够维持住 这个也是它的一个 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民族 那洪伟先生 你这个 你认为这个三大党主张 这个咱们都看到了 这三大党 都提出了各自的 主张这个治理预算赤字和减少债务的这些政策主张 您认为哪个更可行一点 或者是哪个对我们华人更有利啊 这个从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是这个说来话长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有一个什么占领华尔街运动吗 对吧 占领华尔街运动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百分之一啊 反对百分之一的人 这个这个实际上的它的主要基本的诉求 还是就是这个中产阶级的这个地位 就是这个中产阶级的收入一直在下降 其实像奥巴马总统他也讲过一句话 其实包括加拿大一样 其实中产阶级收入在过去可以说是三十年 按照这个通货膨胀的调整的话 中产阶级收入是没有增加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由党 他这个就是他那个正刚一出什么中产阶级啊 什么东西 我觉得就心里面暖洋洋的 我觉得这个这个是很重要 在另外一个方面的话 还是那个债务 对吧 就是说你要开源兼流 你要为了未来的发展 这个投入这个政府的引导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看这个三档里面 就自由党在那边讲是要增加基础设施 而且是大手笔的增加基础设施 这个在这个经济困难的时候 在加拿大正在寻找这个经济发展方向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 就是就有这样一个在这个联邦层面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共识 然后能够有个计划的话 就是至少对这个加拿大未来这个经济的多样化 不是单独依赖这个卖资源 卖资源这个东西有点像第三世界国家 是吧 以前我们是讲第三世界国家就是卖资源 然后买人家的制成品 这个剪刀叉什么这些 这个以前学的这个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就用在这个加拿大上面 这个就是很适合的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为未来 为我们下一代着想是吧 无论是我们的科技的投入 还是我们基础设施的投入 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是说 不能现在的加拿大的债务 说句说句话 我觉得还是相当稳健的 大家不要被这个就是或者保守党 或者其他党那么的宣传给恐吓掉 或者会吓得就心慌慌了 其实我们还是很稳健的 就是这三大党里面 我是偏向于自由党 保守党嘛 我觉得还是那句神话 就是减税 然后就是小政府 小政府说一句话 听到在今天这个经济这么发达 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一个社会 知识经济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相当复杂 是一个相当难以管理的 你看政府雇员在哪个国家不是排第一位的 对吧 你还想就是说不承担自己的责任 就以这种一种这种神话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讲 我小政府就不管了 不管了不作为 不作为对吧 然后减税 减税这个大家一听心里很高兴 对减税的东西 国家现在需要用钱的地方这么多 对吧 你去减税 我还说一句话 你减谁的税 对吧 你减谁的税 你我们的税收 加拿大的税收其实分很多的来源 这个有收入税 也有资本税 也有这个公司税 对吧 你是保守党一讲税 就是收入税 对就讲的是收入这一块 收入这一块 收入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 就拉工资的人是收到钱的块 其实很多的一些东西 有钱的人 在1%那些人 他们钱可以放很多地方 是吧 对对对 他们不关心的是吧 就是说就像那个 你像美国的苹果公司 他给美国政府交多少税 就加了很多一些大公司 也是这样的 所以说交税要公平 你不能把交税 就放到这个中产收入身上 而放掉了 就是说就像这个 占领华和阿杰那些 这个都是实际存在的问题 就是说 是吧 这个那些1% 所以这个自由党的 它这方面的 这个提出来的方法 我认为是符合 现代这个经济概念的 对对 发生的规律的 他是有做科学研究的 然后新民主党的这个政策 新民主党说句好 听的话 工会要干嘛了 华人参加工会的也不多 跟我们关系也不是很大 我是这样看的 他有某些做法可能更左一些 对 比较左派 我知道 他让我想起一句什么话 以前在中国受教育的 就是讲这个 流氓无常者的做法 当然这个也换 但纵观加拿大的历史来看 就是在自由党执政的这个90年过程中 它的经济发展还是不错的 对对 那个影响很深刻 对 那么保守党的这个做法 我觉得不符合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是经济贸易完全全球化的过程 对 所以他现在这种小政府就不work这种做法 我觉得或者说我只减 只是节流怎么限制这个消费 或者说不叫限制就是减税 那么减税的问题就会造成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这个政策下来这个减税的是指富人受益 对 目前看来就是这样的 非常感谢这个洪伟先生 今天做我们的嘉宾 给谈了这么多非常有意义的这些内容 我想呢 这个我们这次这个节目的最终的目的 还是为了促使咱们华人参政议政 是吧 这个大家积极投票 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这个目标 所以希望每一位听众 能够啊 这个积极的支持我们 打入电话 或者是发这个微信 或者发这个这个电邮都可以 好吗 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在节目过程中打电话 表达您的意见 好的 听众朋友们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大选 由我们华人特别节目将到此结束 我们也希望收音器人的听众朋友们 能够支持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参与办法之 参与办法就是打入热线电话 647-657-1059 或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 WOW HDTV 那我们下期的将给我们做出的议题是 C51和C24法案的讨论 我们下期呢 将为您进行C51-C24法案的讨论